在一期年底李小璐刚被爆出出轨的时候 马苏作为现场的当事人之一帮他进行了澄清 还给出了给贾乃亮道歉的聊天记录 结果两年过去 网上突然再曝光了李小璐出轨的实锤 紧接着马苏的评论区就被网友攻陷了 不少人喊话 让他继续编谎话澄清 但是马苏只给出了脸真疼 我活该的回应 随后刘州城疑似隔空跟马苏喊话 发布称 痛吗摸摸头 据悉在2017年 刘州城被爆出家暴的时候 马苏曾在他的评论区留言 你渣的 我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骂你 而当马苏陷入李小璐拉皮条传闻的时候 刘州城便将这番话 原封不动的还了回去 现在马苏发布称自己被打脸 刘州城便再度发出了幸灾乐祸的声音 对死网友分分表示 刘州城真是太记仇了 干脆和马苏组个CP得了